本节目由好书宝牌黄金油胶丸特约播出 有请这个故事这里是北方警示 各位好 我是于彬 节目的开始咱们先看一段视频短片 娶妻和生子是男人一生的两件大事 可对于九江市刚刚新婚一年的李军来说 这两件事却都让他高兴不起来 前不久沉浸在即将为人父的喜悦中的他 却遭受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反转 李明计算着儿媳妇的预产期 催促吴晓宁去做了产检 可是在做完检查回来之后 他所说的话却让李明大吃一惊 尽管运气有变 不过好在吴晓宁还是怀上了孩子 所以李军和家人也没有多想 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 眼看吴晓宁的肚子越来越大 李家人是看在眼里洗在心里 对于他的要求 李家人也是有求必应 他从来说好吃的没有断过 多好吃好喝的都没有 匠心忧远 高珍堂弘扬中医文化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液体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慢病疑难病 一人一方辩证失智 高珍堂道地药材密法炮制 打造高方精品 中华高方专家 扮您健康百年 博士千万家 有国才有家 博士家 有警社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师 欢迎回来 可是这时间一长 李家人再次发现 吴晓宁怀孕这件事 好像有些不对劲 那么在吴晓宁怀孕期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孩子都拿点节目 我的工资全部给他了 李军说 婚后他的工资 全都交给了吴晓宁保管 任期使用 可尽管如此 妻子仍然表示钱不够用 还伸手向自己的父母要钱 出于对即将出生孩子的考虑 李家人便提出 既然他怀孕了 希望他和李军尽早地去办理结婚登记 2020年6月 吴晓宁告诉李军 他打算回老家拿户户本 来办理结婚证 这一次 他又向李家要了两万块钱 就这样 吴晓宁带着李军回了老家 但是自始至终 李军都没有见到吴晓宁的亲戚 我问了 他说他哥出去那个呢 他说跟他嫂子又不合 咋样 他说你叫我别去 待了三四天之后 吴晓宁便带着户口本 提了一些特产 和李军又回到了武宁家里 可是回到武宁之后 办理结婚登记的事 又不了了之了 李文正他说 十点拉都可以 他说送完孩子 我说咋办还是好 咋好 一说他就太生气了 一生气我也不想问他 尽管心里不怨 但是看着肚子一天天 大起来的妻子 李军还是迁就于他 然而家人却发现 怀孕已久的吴晓宁 还是有一些异常 一直想让我弟弟带他检查 去了两次 把我弟弟以各种借口 理由支开 然后他说他去做检查 更为可疑的是 眼看预产期都过了 吴晓宁还是没有 要分娩的征兆 这可把李家人都急坏了 都说十月怀胎 怎么到了吴晓宁这里 却还不发动呢 一直说快了快了 这个月底 那个月底就是 我叫他去检查 你叫他去检查的 他说没事 他说必须 令人意外的是 眼看着临盆在即 挺着大肚子的吴晓宁 却提出 过完农历春节 想出去工作 希望婆家 能再给他一万块钱 买台笔记本电头 为了照顾孕妇的情绪 家里人再一次 满足了他的要求 直到2021年2月初 吴晓宁的预产期早已过去 但是他仍然挺着大肚子 没有生产 这种反常现象 让李军心生一动 一个偶然的机会 李军在家中 竟发现了妻子 两张不同的身份证 有警示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这两张身份证 一张是李军原来看过的 也就是妻子吴晓宁的身份证 而另一张身份证呢 则显示妻子名叫翁晓宁 出生日期为1981年 为了核实妻子的身份 李军向当地的派出所求助 但是呢 令人没有想到的一幕 就发生了 你说肚子一挺到 是怀孕了吗 是的 怀多久了 七个多月了 你老公跟我们说 有十多个月来 从你跟他说开始 要不然还是让我们同事 带你去看一下吧 好吧 我们同事带你去看一下吧 我也找了几个男女的 女孩子过来 走吧 你看一下吧 这是一个龟小宁就是借着这个道具 伪装成大腹贤贤的样子 见到这掉下来的假肚子 李家人超达贤贤贤罪贤贤贤署贤贤贤贤罗 doomed 即便感觉吴晓宁这胎怀的有些问题 他们还是难以接受眼前的事实 如果他要是真正地说 没有怀孕 或者跟我们坦白 对吧 那我们还可以让你们继续下去 你这样一而再再而下来骗我父母 那我是实在是忍无可忍 善良淳朴的李佳仁 无法相信自己呵护倍智的儿媳妇 会如此骗自己 那么吴晓宁 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的假肚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两张身份证下 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你跟他打了结婚针的 这个人是你吧 是我 是你啊 你怎么信息对不上来了 外面那个肚子跟这个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说得清楚吧 说不清楚算了 我们去派出所吧 这还一本 两本 我们去派出所吧 走 去派出所去 警方调查之后发现 真名女子名叫翁晓宁 1981年出生 上饶市易阳县人 早在与李军相识前一年 他就与温州人孙成结了婚 因为与丈夫不合 他便逃到了九江 而为了有钱花销 他便以假身份 假怀孕 来诈骗李军 经民警进一步调查得知 吴晓宁的硅胶假肚子 是他在网上购买的 用来蒙骗丈夫李军 及其家人 目的就是想借怀孕为由 骗取钱财 不仅如此 去年十月份 翁晓宁还通过自己的 另外一个微信号 驱购了一个所谓的 闺蜜小曼 介绍给了李军的堂弟 直至案发 孟小宁从李军 及李军堂弟处 骗来的近五万元钱 全部用于手机上 打牌打麻将 以及还赌债 已经挥霍一空 这两个行为 可现在是构成诈骗 我老婆会不及 为什么我长得这样 他不能一长一个 他爸爸妈妈对我这么老的 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的 我为什么做这种事情 来伤害他